黯淡之中 你不會寂寞 只剩我 會握著你雙手 扶你傷口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文慧如 我現在呢 就是要去做太陽餅 然後就是跟一個 50多年的老品牌 叫玉珍希 然後我要去那裡 就是去他的工廠做太陽餅 其實我蠻緊張的 就是 也沒有什麼 就是做糕點的經驗 我對太陽餅的印象啊 就是 一個手信 是我姑姑 因為以前在台北當那個 導遊這樣子 然後她回來的時候 她都會帶 太陽餅 所以那時候就覺得 哇 太陽餅這手信很好吃 所以我一開始來到台北的時候 我就是 看到太陽餅 就會一直買來吃 就會覺得 哇 好難得 你知道嗎 看到這麼多太陽餅 可是在新加坡就是 要朋友帶來 才有辦法吃到太陽餅 因為我的單穴 叫做你的太陽啊 然後我就在想說 啊 既然天上只有一個太陽 那我就 來做太陽餅給大家 因為我覺得其實太陽餅也很好吃 我自己也很喜歡吃太陽餅 所以我想說 如果有這個機會 做太陽餅給大家 也算是我的一個心意 然後大家吃到這個 好吃的太陽餅 然後心情也會好 然後也可以順便聽一下 這首新歌 做你的太陽 哈囉 哈囉 大哥你好 你好 你好 歡迎你來到玉真心 OK好 謝謝 五樓是 五樓是我們的倉庫 那最重要的是 我們有一個實驗室 實驗室 哇 做小量的生產 OK OK 所以今天 為你準備這個實驗室 我們要專門做 你讓你做 給粉絲的一切 對 太陽餅 對 外面好像有三寶 是不是 對 那三寶是什麼 三寶是馬祖 還有令朝 OK 對 就是草席 對對對 那個草 我們再拿著一盒酥餅 那大甲三寶都已經 在照片裡面了 喔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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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奶油酥餅這樣 是 那我們現在來 實驗室 為輝家姐準備的實驗室 哇 這個完全不像就是 我想像中那種工廠製作 那種這個感覺很科技化 因為 我聽工作人員在講 溫小姐說 這些餅是要給粉絲品嚐的 對 所以溫小姐會以最嚴謹的態度 沒錯 最衛生的保觀 然後來給粉絲來分享的 所以我們現在齁 我們準備換衣服 好 進到實驗室前的準備工作 OK OK 做好衛生的管控 好 期待 從今以後 你的心中 藏什麼 你不用開口去使我的 師傅在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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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溫小姐來囉 師傅喔 我今天就是來學做太陽餅 好 溫小姐做的這些餅 都要送給他們的粉絲 對 因為我有個生日音樂會 所以我要在我生日的時候 把這些太陽餅送給他們 對 這奶油酥餅很好吃 是太陽餅的阿公 喔 太陽餅的阿公 我知道 而且他長得比較大耶 對 如果從歷史他是阿公 喔 這樣子 為什麼呢 我們的祖先是從福建那邊過來的 喔 他們過來的時候 生活很艱困 就做一些燒餅之類的 喔 了解 所以他們想家的時候 就做一些以前做的燒餅 喔 了解 來拜媽祖 保佑說他能夠很平安的 來到台灣這邊來 移民慢慢多了 就到公園那邊去 他們就把酥餅帶過去 去到公園的時候就變小了 再到台中去 變成太陽餅 第三代了 所以就是越變越小 讓他比較方便切蛋 然後越變越小就變太陽餅 對 好 那我們是要開始做了嗎 要開始了 這個是麵粉 OK 那這是 從牛腩裡面抽出來的奶油 因為今天只做這500個 對 所以比較小桶 那我們 真正在做那個缸是這麼大的 500個我覺得已經很大了耶 我們一天做8萬片 那真的要很大 好 那現在我們要開始真正的做太陽餅囉 Let's go 等一下我們會先把它包起來 包起來之後我們會把它擀一下 讓它有整次才會那個酥酥的感覺 嗯嗯 那個 現在是油皮 我們油皮來稍微壓平一下 拿起來 把這個油酥 放在中間 對 好 先把它包好 好 這樣就是 這樣就是完整 那我來做一個好了 這個在裡面嗎 對 對不對 好 就這樣嗎 從旁邊把它 從旁邊 上面捏一下 捏一下 捏死一下 不要讓它開開的 嗯 這樣可以嗎 OK OK 好厲害 哇 那接下來我們就是 擀皮的部分 這邊要擀皮 我們來 好 好 擀好 擀 然後捲起來 好 放直 再擀直 就可以了 所以一個是擀直 然後一個是擀 另外一個方向是不是 對對在另外一個方向再擀直 喔 為什麼要這樣啊 這樣層次才夠 喔 兩次擀起來拉起來 它層次才可以 稍微壓一下 就比較慢 做比較慢好 慢慢來慢慢來 OK 對 前面擀直 在擀直 在擀直 擀直 好 OK 然後捲起來 喔 捲起來 前面可以 捲起來 然後現在把它放成這樣子 轉過來 對 接口要往上面 就這樣子 OK 然後 然後 前後再擀一下 對 前後再擀一下 這樣 可以嗎 可以 然後就 再擀直 OK 對 這樣就完整 我們皮包 所以你們一天做 八萬個 這個是有沒有辦法用機器 這個沒辦法 這個一定要扔 對 哇 師傅 你看看溫小姐捲得好不好 哈哈哈 老闆要來打暗示 喔 有一個 就是有一個試驗 對 我們要看它裡面捲的情況 喔 欸有欸 欸有欸 一圈一圈有沒有 就是我們餅裡面的一層 有沒有 看得到嗎 要認真做 這一關通過了嗎 可以 OK OK好 謝謝謝謝 謝謝師傅 謝謝師傅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來擀 因為稍微會黏 我們用一些手粉 好沾一下它 它才不會 嗯 夾一下 然後 嗯 然後 然後再翻過來 嗯 嗯 把它擀 嗯 嗯 哇好圓喔 欸很圓耶 就不能 我不能壓扁嗎 要 要稍微壓一下 我就壓很扁就 就圓了嗎 是不是 為什麼要擀 用壓的你線會跑出來 喔 要慢慢把它擀開 了解 暗淡之窮 你不會寂寞 只剩我 會握著你雙手 扶摸你傷口 完成了 好興奮喔 哇 你看 超漂亮的是不是 就是 其實我現在就是 還蠻激動的耶 就是沒有做太陽餅 自己從包餡啊 到 到整個烘焙屋來 就是可以感受到那個快樂 跟那種小小的 簡單的一種幸福啦 真的很開心 這次就是做你的太陽勝運會 我們可以就是搭配這個手信 太陽餅 包好了之後 就會像這樣 我覺得這個包裝也會非常的 非常的好看 它這個就是有做你的太陽 是不是很貼心 是不是 很有巧思 我覺得師傅們也就是 我覺得蠻敬佩他們的 我覺得他們就非常的專業 然後 大家就是都 都在這行就是做了很久 所以真的今天要很感謝就是 育真心的師傅們 跟他們就是給我這個機會 來做這個太陽餅 這一切都不容易 然後師傅也說我可以明天直接上班 是不是 那謝謝一身心 然後 我就迫不及待想要在生日音樂會的時候 送給大家 這些 我的寶寶們 我的音樂跟我的太陽餅 都是我的寶寶們 所以我們就到時候音樂會見喔 做你的太陽餅 好了 到時候見喔 你好 太陽餅 那你把太陽餅 理會到什麼 都是音樂會來買的 你rire們